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3月21日 现在是下午4点 我是严芳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在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一系列旨在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的 配套措施出台 4月1日起 中国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 将有16%降至13% 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增值税税率 将有10%降至9% 会议推出三项配套措施 一是进一步扩大进向税抵扣范围 二是对政策实施后 纳税人新增的流底税额 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 三是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 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 具体而言 在进向税抵扣范围方面 会议决定把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 这将降低相关企业负担 此外还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向税 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 增加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向税 为了避免税负上升 此次会议明确对主营业务为邮政 电信 现代服务 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 按进向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 政策实施期限暂定截至2021年年底 新税率实施后将确保所有企业增值税负担只减不增 据初步测算 增值税税率调整后 每吨钢材税负下降空间约在20元至30元 今年仅钢厂增值税环节减税空间就达到200亿元至300亿元 此外增值税率下降还会减少 以增值税为税基的附加税缴纳 对于促进钢铁业以及下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弊益 此外由于旅客运输服务是企业日常费用项目之一 此次扩大抵扣范围对于运输业也是利好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明确放宽放开个别超大城市 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那么在此意见的指导下 石家庄市于3月20日起全面放开城区城镇的落户限制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户口迁入零门槛 随着户口迁入审批权限 直接下放至各城镇户籍派出所 城区城镇户口准签迁入业务 真正实现了一门办及时办 切实方便了办事群众 在乔西区汇通派出所 居民王女士仅用了5分钟就完成了落户业务办理 昨天我见那朋友圈发的那新政策 我今天就过来也算是试一下吧 来看看能不能办 立刻就能办了 此次户籍政策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 稳定住所稳定就业迁入条件限制 配偶 子女 双方父母户口可一并随签 形成了我国公民在石家庄市城区城镇落户 有意就迁入户口随人走的自由流动新格局 现在林门槛落户这个政策 包括权力的下放 你只要符合条件 在派出所 你只要把你想申请的这个原因 是吧 真实地表达出来 就行了 我们实行被暗制 林门槛迁入是面向全国所有城市群 实施的人力人才引进政策 但是 由于各省数据共享平台机制不同 河北省外居民落户 尚需办理准签证等其他手续 随着互联网加健康医疗的发展 融入了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智慧医院 越来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那智慧医院到底什么样 又有哪些黑科技呢 一起来看一下 我觉得特别方便 像从预约挂号开始 到诊间支付 然后到可能我离开医院 包括在院内导航停车信息的推送 我觉得把所有的时间掌控在自己手里 门诊全流程自助服务 只需要在各种机器上扫码方便快捷 系统自动为患者预约时间 让患者基本告别了过去长时间排队的情况 病房里每个患者床头都有一个平板电脑 不但能为住院患者提供数字电视等娱乐功能 患者还可以实时查询本人的病例 预约检查 营养膳食订餐等等 应用物联网技术也能够实现护士站 对患者生命体征的实施监测 患者一旦离开床的时间过长 护士站也会马上报警 防止出现摔倒 晕倒等事故 应用这些黑科技我们还实现了 诸如婴儿防盗 医疗质量控制 防范打击耗贩子等很多的功能 同时我们还探索把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医疗实践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今年将对医院智慧服务进行分级管理 在100个城市开展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 给老百姓带来更多便利 街头的共享单车带给我们许多的便利 然而在不法分子的手中 它竟被分解倒卖 今日浙江省杭州警方 捣毁了一个共享单车盗窃窝点 在嘉兴海宁许村 杭州渔航唐七派出所民警 正在清点缴获的单车零部件 民警介绍 他们是近日接到辖区内某单车公司报警 称公司200多辆共享单车被盗 车上装有智能蓝牙锁具 被盗金额折合人民币十多万元 他们发现他们辖区单车出现在江苏联云港 经过盗查之后发现 是停在我们唐溪某停车场的200多辆单车被盗了 警方在江苏联云港查到了可疑单车持有人李某 李某交代单车是从浙江海宁的蒋某处购买的 3月11号警方在海宁将蒋某抓获 并在蒋某的出租房内搜出大量单车零部件 蒋某平时做废品生意 据蒋某交代 看到共享单车材质不错 将停放在杭州渔航唐七柴家物工地边的 共享单车分批拉回家 乘四好的100多辆通过网络联系卖家转卖 比较老旧的90多辆拆卸完毕 准备当废品出售 目前蒋某应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刑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继美国交通部19号出手 对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的 获批过程展开审计后 20号美国司法部也宣布 将对美国联邦航空局 监管波音公司的方式进行调查 据报道 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已向 美联邦航空局发出多张船票 希望能获得邮件短信和其他相关通讯信息 消息人士称调查是不公开的 目前并不清楚调查中可能涉及 哪些刑事法律 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的事情之一是 波音公司自己对这架飞机 进行安全认证的过程 以及该公司提交给美国联邦航空局的 有关自我认证的数据 刑事调查人员也一直在向波音公司 寻求有关安全和认证程序的信息 包括飞行员培训手册 以及该公司如何销售这款新飞机 虽然在两起空难后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订单 遭遇多家航空公司的搁置 但英国金融时报却分析认为 这并不会对客机市场格局产生大的改变 大多数客户可能仍然会保留 波音737 MAX的订单 等待最终调查结果 这是因为目前的问题 在客户眼中并不属于重大缺陷 而且取消订单需付出巨额违约金 转而购买空客公司的飞机 似乎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大型客机需要提前多年预订 订单的谈判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况且就算是签了订单 空客公司在短期内 也难以满足众多客户的需求 因此使用737 MAX机型的航空公司 宁可暂时租用波音的旧型号客机 也不会迅速决定购买空客客机 日本正值樱花季20号 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揭晓了 灵感源自樱花的奥运会火炬样式 这款火炬的颜色为粉金 又称樱花金 火炬顶部设计成樱花的花瓣状 五个花瓣又象征着奥运五环 奥运火种将从五个花瓣 及中央花蕊部分点燃 火炬整体长度71厘米 总重量大约1.2公斤 火炬的主要材质为铝材 采用了使用在新干线制造中的铝挤压工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制造火炬的材料中 有大约30%来自于2011年 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 为灾民搭建的临时板房 与火炬样式同时揭晓的 还有东京奥运火炬大使 以及火炬在日本国内的传递计划 运动员野村中红 残奥会选手田口亚西 演员石元李美等五人 成为火炬传递大使 承担在火炬传递庆祝活动中的宣传工作 奥运受火将于一年后 也就是明年3月20号抵达日本 首先将在311大地震受灾地 工程县 严首县 及福岛县三县 进行为期各两天的特别展示 3月26号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中转场所 正式开始火炬传递 历时121天巡回47个都道府县 在7月24号的开幕式上 点燃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火炬台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车企 加大投入研发商产无人驾驶汽车 近日英国一家公司推出的 英国首辆无人驾驶公交车 在上路测试 而在日本 无人驾驶出租车也在东京上路试运行了 一起去看一下 虽说是无人驾驶 但根据英国现行规定 在公交车运行过程中还是需要一名司机坐在驾驶位 时刻防止意外发生 无人驾驶公交车内置雷达摄像头等设备 可以用来监测路面情况 规划行径路线躲避障碍物 近日 这辆无人驾驶公交车在曼彻斯特进行了测试 其实此前 法国一家科技公司也研发了一款无人驾驶公交车 由于配有GPS摄像头和雷达 它既可以躲避危险路段 也可以在弯道游刃有余的行驶 遇到行人时 它也会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 目前 这款无人驾驶公交车 已经在法国 芬兰 瑞士等国正式投入使用 2018年8月 日本一家无人驾驶技术公司 和一家出租车公司联手 在东京进行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试运行 无人驾驶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摄像头 相当于是司机的眼睛 安装在汽车后备箱附近的计算机处理系统 相当于司机的大脑 加上车上的感应器 构成了核心技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苏宁的数据显示 2019年2月28日至3月6日 家电产品已旧换新量最高的国内城市 依次为南京 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 通讯类商品占比76.5% 随后依次为冰箱洗衣机 空调 电视 电脑 占比分别为11% 7%和4% 2% 然而家电产品换新用户的年龄相对较大 集中在30岁到56岁占74% 财政部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3642亿元 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925亿元 发行专项债券1717亿元 按照用途划分 发行新增债券3274亿元 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368亿元 截至到今年2月末 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14亿元 未经许可,不得到rator一下 发行 casescu ale gases